好 這是一個位在烏克蘭靠近黑海的港口城市 叫做奧德薩 這地方在俄乌戰爭開打之後 其實不斷受到砲襲 他們的美術館就因此而被摧毀了 不過現在呢 是聯合國的教科文組織 透過表決之後呢 確定把奧德薩的歷史中心 列為這個兵委的世界遺產名錄 要保護它 不要再受到俄羅斯的攻擊 所以其實過程當中 俄羅斯就要求要延後這個表決 但是最終還是確定是把這個列為 是他們的聯合國的世界遺產名錄 保護它不要再受到破壞 那為什麼呢 就來看到是因為這個地方 奧德薩是個自由而且有名的港口之外 就是在藝術方面有很重要 它獨特的地位 所以呢要保障它不要再受大規模的 破壞的一個決心 是聯合國共同的決心 要共同來保護它 把它好好保存下來 而這地方奧德薩 它是在18世紀後期所建立的 有很多當時著名的遺跡 包含的是那個割劇院之外 還有它的波坦進階梯 以及他們很多城市的建築 都是狠現度過當時二戰時候的重創 請支持TVBS國際Plus全新頻道 讓您擴大視野 掌握趨勢接軌全世界 更請訂閱開啟小鈴鐺